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加拿大国会枪击案 警方披露了更多的细节跟监控录影 那么警方是强调枪手是单独的作案 并非有组织策划的恐怖攻击 枪手麦克杰哈比伯 周三在国家战争纪念碑袭击一名士兵后 迅速驾车赶到国会山东侧入口 随后手持步枪下车跑进国会山广场 在国会山东区截下一辆停在那里的轿车 在驾车急速驶向国会山主楼 全程只有一人 在杰哈比伯下车并冲入主楼时 三辆皇家骑警警车也随后赶到 警察跟着追入国会大楼 警方表示32岁的杰哈比伯信仰伊斯兰教 10月初才来到沃泰华希望拿到护照 他也曾打算前往叙利亚 但还不清楚是否为了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警方表示枪手进入国会时 加拿大总理正在楼内而且没有随身警卫 警方也不清楚枪手是如何得到枪支 但是他确实有极端倾向 这是加拿大警方在三天之内遭遇的第二次攻击 外界质疑这是对加拿大最近加入 打击在伊拉克的埃塞斯恐怖组织的报复行为 新唐人记者安妮 郭泰华报道